先看演示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新建几个选项卡 这里分别打开了文档、图片、音乐、视频 将文件资源管理器最小化 现在重新启动计算机 看到了吗?最新版的Windows 11 支持在重新启动计算机之后 还原重启之前打开的所有文件夹 而且依然保留原来的选项卡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可以让我们的效率提升几十倍 每天进到公司 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 找到自己需要的文件 有了这个功能 可以完全省略这一步 在新版Windows 11中 还新增了在任务栏固定表情符号的功能 可以在设置中打开 个性化 任务栏 在这个位置可以进行设置 但是这个功能默认隐藏 需要使用激活工具进行激活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 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 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锦线Microsoft应用 选择Beta渠道 并点击继续按钮 如果点击继续按钮没反应 可以在任务栏上的设置窗口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关闭窗口 或者直接按键盘上 Alt加F4关闭当前窗口 重新打开设置 并导航到该选项 再次选择Beta渠道 点击立即重启 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上面检查更新按钮 这里已经显示 最新的可用更新 等待更新完成 经过漫长的等待 更新已经安装完成 点击立即重新启动 又是一次漫长的等待 这里就直接掠过了 现在Windows 11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 但是由于是跨版本更新 更新包会比较大 如果不清理 磁盘会被占用大量空间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磁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刹新完成 选中以前的Windows安装文件选框 如果不清楚该选项 C盘就会被占用十多GB的空间 如果后续需要还原到以前的系统版本 请不要执行该操作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选择继续 稍加等待 即可完成删除垃圾文件 下载Windows 11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Vivetool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下载之后将激活工具解压缩 进入到Vivetool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现在打开文件资源 按资源管理器 新建多个选项卡 新建多个选项卡 打开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点击左侧的账户 右侧选择登录选项 找到自动保存可重启的应用 并在我重新登录时将它们重启 打开后面的选项卡 在文件资源管理器窗口点击这个符号 点击选项 切换到查看选项 选中登录时还原上一个文件加窗口选项 点击确定按钮 现在重新启动计算机 重启之前的文件资源管理器选项卡 依然保留原样 接下来激活任务栏表情符号图标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左侧点击个性化 右侧选择任务栏 在这个位置多了一个表情符号设置选项 在下拉框中可以选择不显示 键入时显示 始终显示 如果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记得留下一键三连 谢谢您的观看